不要阻拦我保护你的机会 我们一般管这叫爱情 笑 太笑了 让它消失 好 1905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林柏阳 在电影《尖入拍摄》中 饰演杨晓威 同时也饰演朱丽 有个一直保护我的 对吧 从9月份我是一直训练到 隔一年的就19年的2月份 2月底 我经历了至少有八九十轮吧 每一次可能有五到六个人 然后这五到六个人的人 是一直在换的 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淘汰 那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慌的 因为我很害怕自己失去这个机会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每一个月它的情绪都在不同的递进 都是在进行一些 跟对手演员的即兴交流的一个状态 几个月的训练都是瞒着朋友 瞒着老师 瞒着同学 甚至瞒着我的家人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 我见到我妈 看见她我就哭了 就会有一个觉得 妈你这段时间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是一直有在努力的 我知道我要饰演的这个角色 是我到达重庆之后了 第二天就拍摄我跟国立老师那场 那是我第一场戏 在地铁上的那场戏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国立老师先开口的说 姑娘 你看啊 这儿有一个镜头 那儿有一个镜头 群演你不用管啊 就是慢慢又温柔的告诉我 你不用管啊 一会儿呢 看我 建明 给我尸体的照片 那场戏 其实我前面两遍我出不来情绪 因为我满脑子只有紧张 我甚至在拿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手是在抖的 然后导演就会从监视器走过来 告诉我 然后小小声的说 对 我觉得那一些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心理慰藉 就是能够让我当下 真的放松下来 然后很快的进入到角色 我特别希望导演能够 就是评价我的演技 自然 因为他有一天突然说 有说到 然后我就觉得 啊 竟然说了这两个字 让我内心里就感觉 自己 自己要更加努力 更加坚定的 要往前走 然后能够得到导演的认可 林柏阳是一个年轻的演员 和一帮老戏骨在一块演戏 塑造了很好的角色 努力刻苦苦 责无旁贷 就是一心一意地演好 每一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在 和导演合作这么几次 我应该是慢慢地 从一个完完整整不敢说话 只敢说导演好的一个 一个 刚进入学校的大学生 变成一个敢于去问问题 然后敢去问导演说 这一个地方 我能不能加一点自己的小心思 或者对于这个角色 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 大家好 我是演员 林柏阳 这么一个标签 促使我更加不断地往前走 对不敢停下来 不管是好是坏的评价 我都会放在心上的 希望就是未来我能够有更多 各种各样的作品 都能够展现给大家 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角色的名字 来被大家认识 而不是林柏阳这个名字 被大家认识 我得知了 我得知了 优优独播剧场相最 Ņ друга 优独播剧场也一家